大家好,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100年2年学测的第15题 他问说下列哪些组的物质 可以用来说明倍比定律 然后底下题就 假氧臭氧一氧化氮一氧化氮 然后还有水过氧化氧一氧化氮 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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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我想老師講得很清楚,學生聽得很模糊 這堆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沒關係,我們用幾個例子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邊有一個AB跟AB2 第一個我們看到兩個元素 有A,有B,兩種元素 他們是不是組成了不同化物 有AB跟AB2 今天如果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我們先把A固定起來 另外一個元素會成簡單整數筆 有沒有發現,我的這邊B是一個 這邊的B是兩個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1比2 這個夠簡單的吧 1比2 也就是我們的簡單整數筆 那我們生活中可能常常會在題目裡面看到哪些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SO2跟SO3 這個我們大家常常可以在酸域裡面會看到 我們的這個SO2或SO3 可能會形成我們的亞硫酸 或者是我們的硫酸 這幾個東西 這就會形成我們的酸域 接下來還有CO跟CO2 大家這個可能有聽過一氧化碳中毒 它會應該讓我們身體呢 因為缺氧而呈現粉紅色的喔 好,這是因為我們的CO 如果跟紅血球結合之後 CO就會霸佔著紅血球的位置不放 導致紅血球沒辦法再跟我們的氧氣結合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身體呈現缺氧的狀況中毒而死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CO2 大家這個可能就很常見了吧 我們常常所聽到的阿 這個所謂的溫室效應 或者是溫室氣體就是我們的CO2喔 我們在燃燒這個化石燃料的同時 我們都不斷在排放 我們呼吸的過程中也會有CO2的產生喔 好,接下來來 NO跟N2O N的話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它在哪邊有出現 像我們常常在使用的這個消化甘油阿 我們在吃消化甘油可以輸減心臟的疾病 原因是因為阿 它在裡面會分解出NO 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血管舒張喔 比較不會造成心肌梗塞 那N2O這個可能常常在看阿 如果大家有在玩跑跑卡丁車阿 或在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這些車子呢所謂的開這個氮氣加速喔 我們就是加這個東西 也就是N2O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這個我們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叫做笑氣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對著螢幕我們看 說不定我以為會笑喔 好,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它會符合被比定律在哪裡喔 我們首先來看 我們今天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我們只要看到一樣的我們就可以固定喔 S都只有一個固定 C只有一個固定 氧只有一個固定 於是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元素 會不會成簡單整數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SO2端SO3的話 剛好2比3有耶 氧呢1比2也有 N呢也是一個跟兩個 所以也有 OK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被比定律在講的觀念喔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題要怎麼解 好 首先呢它這題就給了幾個選項 那我們分別我在後面呢 幫你們把它的化學式標出來 如果你們不會寫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好那大家還記得要怎麼去判斷我們的被比定律嗎 大家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箭頭底下這裡 好來給大家幾個Hint喔 第一個我們按照步驟來說 第一個要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第一個要兩個不同化合物 接下來要我們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成簡單整數比 那我們來一步一步去判斷 每個選項有沒有喔 好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假選項 來我們看第一步 有沒有兩個元素 喔齁 兩個都只有氧 是不是都只有一個元素 所以它就XX 它只有一個元素 OK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欸 一氧化碳 一個元素 兩個元素 一氧化碳 三個元素 欸 這樣超過對不對 它也沒有兩個不同元素 它有三個 所以它超過也不是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水 欸 H一個 O一個 這邊也是HO 欸 就兩種元素 H跟O 第一個符合了 接下來看看第二個 有沒有兩種不同化合物 有阿 一個是水 一個是過氧化氫 有兩個不一樣嘛 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固定一個 你看喔如果我們固定這個H2 H2 另外一個元素 一個是氧 一個 一個是氧 兩個 有沒有成簡單乘數比 1比2 有欸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來看一下丁 一氧化氮跟二氧化氮 NO 是不是兩個都只有NO 所以第一個符合了喔 我們有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兩個不同化物 一氧化氮跟二氧化氮 接下來我們如果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欸 另外一個元素成簡單乘數比喔 有沒有發現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兩個 剛剛好 1比2 所以這個也是喔 好接下來看物 欸 我的氧 有一個 我的鈣 然後這邊是我有鈣 氧跟氫 我發現有三個元素欸 鈣跟氧跟氫 所以它是不是就第一個就不對了 它超過兩個元素 所以這題我們答案知道了吧 有沒有看到丙丁兩個選項 所以這題我們就要選擇丙丁 出選項 大家答對了嗎 好 那大家要記得喔 我們這個章節講的是貝比定律 還有它判斷方式是什麼 第一個記得要兩個不同元素 第二個 要兩個不同化物 接下來呢 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會成 簡單整數比 大家記得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相關的考題重點喔 我們有定比定律 原子說還有質量守恆 如果不熟悉 以下三個觀念的同學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